哈喽你好我是Sindy美国认证的健康教练营养顾问 今天要来跟各位讲的是三步减肥减重最好的婴儿步骤方式 如果你觉得生酮跟间接性断食太困难太复杂 今天我跟各位提出三个简单的步骤 而且是小步的步骤让你慢慢的朝你的目标进行 尤其现在据报告说在2050年 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是过度肥胖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世界危机 今天你不管是从哪一个步骤开始做 只要有一点点的进步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如果你对生酮还有间接性断食的知识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订阅我的视频 按那个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刻知道我有新的影片发出 第一步减少你吃饭的次数 你有没有算过你每一天吃几次呢 动嘴巴几次呢 你有可能早上起来吃一餐 8点吃一餐 9点路过便利超商买一个零食 10点开会的时候再吃一个零食 11点的时候公司有提供零食之类的又吃了一点 12点跟同事出去吃饭一整天到你睡觉几乎都在吃东西的话 你可能吃了10次11次可能不止 那你每一次吃东西都会激起血糖 也就是会激起胰岛素 胰岛素的作用是 储存的荷尔蒙你就想一想当你激起胰岛素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储存了你吃的营养 所以你吃的越多次 激起的越多次 储存的越多次 所以第一小步就是减少你吃饭的次数 如果你能够从11次减到10次 再从10次减到9次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起码让你意识到一天你到底在漫游 不知不觉的吃的度数有多少次 如果你能够达到吃正常的三餐 没有零食的话 这就是一个间接性断食的开始 然后你想挑战一天两餐或者是一天一餐都可以 第二步是加很多的蔬菜到你的饮食里面 你可以就先从多加一样到你的每一餐的饮食里面 譬如说早餐你原本只是吃一个三明治的话 你可以早餐多加一颗牛油果 中餐你如果是吃便当的话 多加一个旁菜像烫花椰菜或者是其他的蔬菜 晚餐也是再多加一道你喜欢的蔬菜 这就是第二小步 然后吃饭的时候先从蔬菜先吃 时间下来了你会发现吃完了蔬菜 你没有肚子不会想再去吃其他的甜食或者是其他的碳水化合物 因为你感觉很饱了 用这种方法加入新鲜的蔬菜可以慢慢去挤出不好的饮食 如果你饭后真的还想再去吃甜食的话 少量的梅类是可以饮用的 或者是无糖全黑100%的黑巧克力可以抑制住食欲 还想再去吃饭的食欲 尤其对刚开始吃生酮饮食的人 因为他们对糖还是有上瘾 朝这个小步骤来做 慢慢的你可以把糖给挤出去 这是需要时间的 你要有耐性 等你习惯了一餐里面加一道菜 你可以再多加到一餐里面加两道菜 加三道菜 最后你会发现只有蔬菜跟少量中量的蛋白质就足够了 你会感觉的很好 你会很舒服 因为你的身体很喜欢这些营养 当然你也可以加一些好的脂肪 像特级出榨橄榄油 MCT油 牛油果的油 椰子油 这一步是可以在你身体习惯了很多的蔬菜之后 再慢慢加这些油到你的饮食里面 因为我们不希望你结合脂肪跟碳水化合物一起 因为那是增肥的最佳办法 会导致你血糖上升 胰岛素上升 最后一样 炒网健康 还有减肥的婴儿步骤就是降低压力 压力是一个无形的杀手 很多人餐跟餐中间吃零食是因为压力造成的 吃东西让他们感觉到舒适 让他们发散了一些不满 你如果能够降低压力的话 是对于减轻减重身心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像去散步去公园散步呼吸肚子呼吸法 很多人都是一个很短的呼吸法 从肺部短气向 这样子是表示他们在压力下面 要学习用肚子417的呼吸法 4秒进1秒存着在肚子存着7秒出 重点是要吐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 还有就是不要看那些紧张刺激的新闻 那个是增加你的压力 还有计算卡洛里 计算卡洛里是会制造压力的 因为算这些数字 可能觉得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这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你是吃健康食物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算卡洛里 还可以做膳事 一日一膳能够让你减轻压力 因为当你做膳事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一个叫做Oxytocin 催产素的荷尔蒙 它是让我们心情很好很快乐的荷尔蒙 所以一日一膳真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也对其他人有好处 加长一个小时你睡眠的时间 如果你现在是睡6个小时 加长一个小时到7个小时 7个小时加一个小时到8个小时 就加长这么一个小时 你的身体会有很多的变化 你可以考虑提早一个小时睡觉 或者是睡晚一个小时 即使你真的没有办法抽出晚上睡眠的时间的话 中午能够睡一个午觉也是很好的 但是最好就是在一个晚上能够连结的睡眠时间是最好的 因为当你有一个很长很好很深的睡眠的时候 身体就有机会去修复所有损坏的地方 尝试看看这个试验 然后在下面评语让我知道你的感想感受 好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话题 如果你觉得我的video有帮助 麻烦你喜欢分享 Follow我在Instagram 我有一些菜单跟食谱供你参考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 拜拜